哈喽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直播的车呢 是三菱的这台修理车 Savarate 那这台修理车 其实在台湾卖得非常不错 那引擎配置的话呢 有2.0还有2.4 这台车是03年款的 引擎动力的话是2.0 那今天安装的话呢 是KT的道路版 那因为车铃有一段时间 所以车主其实原来已经有改过弹簧 有把弹簧的磅数加高了 正常来说Savarate 原厂的弹簧使用一段时间 后面的它的车高呢 都会降低的幅度很大 就好像改装一样 那车主的话 有改装了磅数比较高的弹簧 那也使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 今天的就来把它 态换成一整组的KT 那KT的好处呢 就是高低 还有软硬都能调整 那至于版本的话呢 这台安装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它的后悬吊系统是拖一臂的系统 扭力量拖一臂的系统 就是现在 上市炒得最凶的Focus 类似Focus四代的悬吊系统 前面的话呢 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前面的话 这台车呢 我们所配置的堂皇公斤数是6公斤 220长6公斤 那它的前面悬吊系统 就一般的跟日系车都差不多 是麦花城的 那它的理载串座 有一些油管固定位置呢 比较特殊 它的都是用一颗螺丝 然后支架的话 就沿用原厂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边的话 这个是油管 刚刚的是ABS感应线 这是油管固定的位置 油管的话呢 一样是一个固定螺丝 就能够做固定 理载串的话呢 它的高度跟原厂一样 所以理载串也不用改装 就直接用原厂的规格就好了 Suburn我们没有开过直播 所以今天的介绍呢 会稍微详细一点点 前面是220长6公斤 那KT的主女友 一样常常看我们直播 就有常常介绍的是 这个是意大利IP的主女友 它的是一整桶 从意大利进口 并不是在台湾在做混装的 油风的部分 所选用的油风呢 是日本OK的油风 那这里可以看得到的上座 我们也有附上座 这个轴层呢 是日本口用的轴层 而且这样的形式呢 譬如说这台车是03年 那以车铃来说呢 也大概有16年左右的车铃 那上座如果还要拆原厂的来延用 也许有可能上座已经 原厂的上座已经有损坏的状况 所以在拆过来延用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有异常的状况呢 所以像这样的上座 我们通常一般车总的话呢 都会附上座 那师傅在拆装的时候呢 也比较简单 前面的便利器很好拆装 只要把引擎室打开呢 上座就会有三颗螺丝 所以直接把这三颗螺丝松开之后呢 便利器就能够拆解了 那这里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呢 就是它能够在这里呢 调整阻尼 所谓的阻尼就是软硬度 像顺时针的调整 这样就是变硬 逆时针的话呢 就是变软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调整 所以它等调硬调软的区间范围呢 还算蛮广 基本上来说 外观都还是维持原厂的设定 就是把底盘的部分 把它升级 那旋圈其实车友也有改装了 这个是 应该一样是16吋的 那规格是205 60 16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悬吊系统 前面的话大概 跟一般日系车都还蛮相近的 马来西亚有代理商 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目前是没有代理商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帮您介绍 请问你是什么车种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小编 我们一般在马来西亚翻售的车呢 大部分都有支援 但是宝藤莲花的一些小车的话 可能就要问看看了 像Savi的话我们之前也有做 但是后来的话就销售完毕之后就停产了 所以马来西亚试用的车种可能要问看看 那后面的悬吊系统 它是刚刚有说到是算是扭力量拖一臂的系统 它的弹簧在这里 所以它的弹簧的调整机构 这台车呢 我们设计在下方 后面的弹簧公斤数是用8公斤的 那后面的上座部分呢 比较特别的 它的上座呢 是有一个菱形的上座 那这个上座其实 它里面就只有橡皮并没有轴层 所以它的使用的寿命呢 非常非常长 那也不太会坏 所以我们后上座的设计呢 就直接沿用原厂 把原厂拆下来 然后用原厂规格就好了 后面的安装的特别的技巧 如果有常常看我们直播的车友呢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后面像这样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悬吊系统 最主要的安装的秘诀 就是筒身千万千万不能缩得太短 因为这里的筒身呢 我们把长度缩太短之后呢 它的弹簧就会预载过多 那预载一旦预载过多呢 就一定会不好做 那什么叫 什么算是刚刚好的预载程度 就是它弹簧的自由长度之后 碰到之后 不会松脱 就是长度 这个长度就是刚刚好了 所以它的后弹簧呢 安装的时候呢 要特别去注意一下的重点 就是它弹簧不能预载过多 预载过多会有几个衍生出来的问题 譬如说它筒身 做得太短 那它作动的时候呢 遇到坑洞 离开的时候会有咕咕的声音 然后 一音久了又不理它 再来就是筒身 寿命也会受影响 那最主要的呢 还是这样的弹簧 一旦预载过多 它的公斤数变预载过高 就会造成乘坐感的不良 那阻尼再怎么调整呢 都搭配不出很好的乘坐感觉 所以像这样弹簧 跟避震器分开的悬吊系统 在安装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不能预载过多 所以后面的话呢 师傅还没有说好 这个凸盘松开之后呢 从这里旋转 我往这个方向旋转 它的长度变长 它的预载就是变少 那调整好之后呢 这个旋颈 我们有附一个扳手 再把这个环状的 齿轮状托盘把它锁紧 就安装完成 那后面上座的部分 后面的阻尼调整呢 是在后行李箱 它有一个维修孔 在维修孔的里面呢 这个湿盖呢 Subborn它其实是 有一个湿盖 是要把它打开的 这个湿盖 然后这个把它掀开之后 它的上座是在湿盖的里面 内侧 所以也很方便啦 不用再拆下来做调整 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跟调整方式呢 跟前面一样 顺时针的话就是变硬 逆时针的话就是变软 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也还算是相当的方便 不用再把一整支的 便利卸下来做调整 还蛮方便的 那预计这一台车呢 车高调整幅度的话 大概是剩下前面跟后面 都是三指幅左右 原厂的车高 会比原厂的设定的话 还要略低一点点 那这个是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它的上座的部分的话 就不需要再沿用了 它的上座在这里 原厂的前面上座 后面的话就要沿用 那这个它的后面的行程其实还蛮长的 这是后面的悬吊系统 后面的弹簧 后面的弹簧算是走大卷的系统 它的弹簧 休理车的话 有时候还要考虑到大幅的载重 所以它的后面弹簧公斤数的话 当在空载跟满载的差异性呢 会比较大一点 后面的公斤数是 210厂8公斤的弹簧 那前面的话 跟后面的调整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这样麦花城还有双A贝的悬吊系统 它的调整方式呢 是把这个齿轮状的托板把它松开 像这样还没有装好 我们把这个这里松开之后呢 往下做旋转 旋转之后它的长度变短 它的侧高就变低 它的整体长度 这个往逆时针方向旋转 它的整体长度会变长 侧高就变高 所以这样的设计结构 它能调高跟调低的区间范围很大 譬如说像这样来说好了 它最低最少有办法到 轮胎跟叶磁板切齐的幅度 最高也有办法跟原厂一样高 所以调高调低呢 第一个 区间范围很很大 第二个 当它调高调低呢 这一个局部都是没有动到的 所以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射高 所以它调高跟调低的乘坐感觉呢 是一样的 那当然了 如果高度比较低的话 车子的重心比较低 相对的稳定度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Subberlin的话 其实不建议调得太低 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一些 车铃比较旧的Subberlin 它有一个状况就是 它用久了之后 车高会降下来 那降下来可以从 很清楚的从车后看到 它的后轮的Camper角度呢 是变幅度变趴的 所以就比较容易吃轮胎的内侧 所以在底盘的铁套啦 或者是底盘其他机构 都很健全的状况之下呢 会建议车高 Subberlin的车系来说的话 不建议降低到 大概到30伏以下 OK 以上是今天Subberlin的 安装介绍 那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程 或者是对KT的产品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 那这个影片呢 也会同步存到YouTube 所以YouTube的车友们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KT瑞幸的 FB的粉丝团询问 谢谢大家 拜拜